大家好 我是张欣 今天礼拜四 咱们又要开车出去找好吃的东西 礼拜四我老婆的游泳池没开本 刚好我们两个可以出门走走看看 今天主要是听到我一个河南老乡 跟我说在新竹开了一个开封的烧饼店 今天咱们就来去吃开封最有名的烧饼 开封这个烧饼我听过很多故事 从以前到现在它都是一个主名的小吃 最早期跟那个岳飞勤快有关 老婆你知不知道那个岳飞最后打的一场大胜仗在什么地方 没啥的 就在开封府 在开封府的朱仙镇 打了一场大胜仗 打败了金户竹之后 勤快不是就连下十二道金牌 把他给招回去 把这一代忠诚给害死了吗 所以开封人原本就饥饿如仇 好恶分明 那个时候就把长形的烧饼把它改成了圆形的烧饼 然后还做成的那个什么油条 不是炸勤快吗 油炸鬼就这个来的 而那个烧饼他们是这么说的 叫做勤快勤快 你是鳖 磨害中凉 心如蛇蟹 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把你这个龟孙的鳖盖蟹 所以待会看看这个烧饼 河南的开工烧饼 到底是不是长得跟一般烧饼不辣一样 据说是成圆盘状 看起来像是剥了壳的鳖一样 第二个喜欢吃烧饼的是一个土皇帝 叫做朱元璋 他那个时候不是建国成功了吗 他就说金陵为南京 开封为北京 他在开封府的时候 最喜欢吃的就是开封的烧饼 有一次他就在开封里面吃烧饼 吃了一口 突然有个大臣来了 他就赶紧用碗 把那个烧饼给扣在下面 他一看来的人是谁 结果来的就是刘伯温 以前不是都这么说的吗 前朝有个诸葛亮 后朝有个刘伯温 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 还会什么算命 这个时候朱元璋就想开他个玩笑 就问那个刘伯温说 你要不要来谱个挂算一算 我这碗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 结果刘伯温看了朱元璋一眼 掐指一算 他就这么说了 半四日息半四月 成被金龙咬一缺 如果成下猜测的没错 里面就是您最喜欢吃的开封烧饼 而且那个烧饼还被您咬过一口 这个时候朱元璋可开心了 哎呀高手高手 真是厉害 然后就请刘伯温一起坐下来 分享这个好吃的开封烧饼了 开封烧饼传闻这么多 话不多说 几人就开车来去吃吃看 新竹的开封烧饼 开了一个小子的车终于到了 店面小小的可是看起来非常的干净清洁 咱们进去尝尝看 Go 老板娘 你这有几种口味啊 几种口味 四种 那各给我一下好不好 好 一个多少钱啊 一个四十五 四十五 OKOK 给我四个 各一种 好 老板娘有哪几种口味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有鲜肉的 有梅干的 有二辆七次口味的 还有我们的蜜汁红豆 对 有甜有咸 对我们的每个口味不一样 吃的时候先吃招牌 招牌相比之下 就是我们的鲜肉的 它的口味有点淡 对 但是你吃了每一 为什么我现在叫你吃这个 你吃的时候你吃它比较香 我先看 对 如果你吃 这看起来有点像馒头 对 有点像烧饼 也有点像面包 对 特别的形状 对啊 老板娘你是哪里人啊 我是河南的 给你看 果然 我就说这是河南开封的烧饼 对 我们是河南开封的 对 对烧饼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色 它就是给我们 我们在从小吃到上面就是圆的大的 上面有个芝麻的 但是吃起来就是只有脆 没有特大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就是感染过 外面酥脆 下面酥脆 但是它里面有面包的口感 有包馅 有包馅 那吃起来有点像甜馒头 然后又有点面包的口感 对对对 它就是综合的 然后我们又就是多了里面的馅 就是它突破了原本烧饼的特色 它的形状也很特别 所以我们叫做变凉酒 对 这摇起来其实也方便 很好吃 美口肉肉 对 因为我们设计这个形状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原本大烧饼那么大 那有个人有时候吃不完摇下去 那这种呢 你看我们设计出来这种卷 我们就可以分开吃 我们掰开吃 分开几个人一起吃 对对对 而且每个地方都有肉 对 每个地方都有肉 然后都有芝麻 对 我们上面就是我们的蜜汁的酱料 给它刷一层这样子 炒的还有点脆 对对对 还有点烧饼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外面也烧饼的感觉 里面吃也像面包 馒头那个Q度这样子 对呀 对还挺特别的 我觉得大人小孩都会喜欢 对 也不会咬不动 外面脆里面嫩 吃起来真的是有点 软软烤馒头的感觉 还有一点那个 面包的感受 它那个酱看起来红红的 会辣吗 不会辣 不会辣 今天咱们就不减肥了 漂亮老板娘建议 吃完鲜肉的吃梅干 就没想到两口三口就被我给干光了 其实这不小哥 你看 跟脸差不多大 表面是烤得有一点酥脆 你翻过来我看背面 你看还有点油煎的感觉 脆的 吃起来特别香 它这个梅干菜跟我们的味道不一样 它里面有孜然的味道 对 有孜然的 就是孜然粉的味道 然后它的梅干很特别 在台湾买不到 怎么说 因为他们这个梅干是腌制很久的 所以你看它的颜色就知道了 那台湾的梅干呢 就有点绿色的一团这样子 所以它腌的时间不够久 所以我们这个梅干味它比较重 我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试了台湾的很多厂家的梅干 过来测试 没有办法做出这个味道 味道不一样 对 后来我连梅干全部都是我们连浙江那边过来的 所以为什么浙江的梅干扣肉没有 因为它的梅干好吃 因为我们现在我用的梅干就是完全是那边扣韵过来的 是不是 对 就是味道就它比较特别 它跟一般我们印象当中的客家的梅干菜不一样 味道没有那么重 但是很香 它跟这个面皮都在一起还真的不错 对 你看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 现在如果我要分给我老婆吃 就掰下这一截给老婆就好了 所以买一个可以分给很多人吃 而且大家都可以吃到不一样的口味 对对对 一般它们的梅干菜是三赛三蒸跟我们的做法不太一样 对 它的味道会比较浓缩一点 香味不同 嗯 对 吃完两个了 有没有想带在车上吃 我看不用了 直接在这把它全部给客完 第三种口味 西式口味 纽浩梁的 鸡好 对鸡肉的 你看 这个味道也不错啊 你看 看起来也是红红的 对对对 你这一个里面的馅 好像比包子还多啊 对我们比包子的量多 大概有70克到80克左右 因为它的形状不一样 所以你吃包子的时候 中间那一款你感觉肉很多 那我们真的是把它拉长又卷起来 所以你感觉 我当时每一口咬下去都有肉质的感觉 嗯 还真的有一点爆姜的感觉 对对对对 外面的皮是软的 中间的肉是嫩的 对 嗯 好吃欸 像这种口味 你是百分之百从开封移过来吗 有没有调整过 没有完全没有调整 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很担心说 就是台湾人吃不习惯这个口味 然后很多朋友说 你要不要换一下台湾口味 我说不用我就先试看看 嗯 结果后来我发现啊 我就是吃过的 只要台湾人他就超爱 所以后来我现在我觉得 我没有变口味是对的 就是坚持原汁原味这样子过来的 好吃欸 你再多讲两句我又吃完了 哈哈哈 对所以我们目前接受的人很多 几乎吃过的人他就觉得超爱的 然后我们就是一般的客人就来 就说啊我就先招牌 因为保守嘛 最基本的先吃招牌 嗯 来吃梅干 因为你要要量的味道 来一点酸酸的味道 有点像那个 Tabasco醬的那种酸辣的口感 一点点辣辣的 就我觉得他比较特别的是 他跟我们印象中的 那个一层一层的烧饼其实不一样 对 他比较 我觉得他像烤的那个软馒头 但是他的上面跟下面是脆的 还蛮特别的 来吃第四个口味 也是最后一个口味 甜的 红豆 红豆很多啊 嗯 这真的红豆甜而不腻 而且带有点牛奶味道啊 我们是牛奶红豆 牛奶红豆 对 这好吃 不然我平常不吃甜食 你不知道这红豆有什么特别 我们就是我们这个红豆是 在熬煮的时候啊 炒的时候有用牛奶 所以我们就是牛奶红豆 所以他有奶香味 对 所以奶香味跟那个蜜质感也很重 所以他吃出来那个口感是 他完全不腻哦 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人就说 你说这个口味外面是咸的 里面是甜的 一定不好吃 可以咬下去的时候他们觉得很赞这个口味 不懂 不懂料理的人 太甜的东西要加点咸味 这样子才可以解蜜 对 这好吃 我觉得有点日本红豆馅的感觉 对对对对 嗯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 你的现在到底有几间店 我们目前就是有八家店 我们是去年十一夜 这么多啊 对 然后我们目前的话就是有桃园 新竹 宜兰 还有高雄 还有台中 他们陆续的要开业在筹备当中 还有巴德 这个礼拜六就要开业在仙人夜市 对 还有南投店 我们南投在中心路上 红豆超多的 哈哈哈 那怎么跟你们联络 如果想要来吃一下 或者是想要了解一下 你这玩意的话 直接进入我们的 ifb可以收走我们的粉丝团 便凉烧饼卷 总部我们在桃园 就叫便凉烧饼卷 就叫便凉烧饼卷 就是 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这边要加盟了解的话 这就是这边的电话这样 对对对 然后可以上网搜走 我们每个点都有自己的 ifb专业 可以打电话订购啊 所以我们就是 这些很适合 下午茶呀 早餐晚餐都可以 对 我们来这一天啊 它只有外带 就是中午12点 开到晚上6点而已 再早再晚都没有哦 真的很好吃 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来试看看 跟你想象中的烧饼 完全不一样 虽然是平日 但是高速公路上 车子还是很多 现在有点塞车 那咱们就在花点时间 来聊聊开封吧 老婆开封在哪一个省 河南 嘿对 来老婆厉害 其实从明朝开始 一直到中华民国 撤守大陆之前 河南的首府都在开封 开封最顶盛的时候 是在北宋时期 北宋的首府就是开封府 那个时候啊 它是全世界最大 最漂亮 最繁华的城市 所以我们说 那个清明上河图啊 画的其实就是 那个时候 全世界最大的城市 开封了 而包青天它坐镇的是什么 佛 也是开封府 所以这个开封啊 实际上它具有文化 有历史 有人文涵养 今天咱们去吃这个烧饼 看看能不能吃出 那么一点点历史 文化 还有人文涵养来 过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